- 智能互联,Internet of Things,可以说是已经在发生的现实,也是CES今年非常火热的话题之一。 今天的特意邀请到沃尔沃汽车集团亚太区产品副总裁吴震浩,August 吴先生为我们做专业的解读。 August,欢迎。 - 谢谢,Lili,很高兴来到这里。 - 好的,那今年在这个CES上,智能互联的这个领域,您觉得有哪些比较亮眼的这个产品吗? - 其实我觉得在消费电子方面还是有很多的一些新鲜的好玩的事情,尤其在智能家机的领域,我觉得在Central Hall那边,无论是三星啊还是LG啊,他们都是有很多的一些新的一些创新在里面,他们也大量的运用了这个新的一些人工智能的一些技术。 - 智能互联这个方面,您觉得对未来有怎样的一个趋势呢? - 我觉得我的观点和一些行业的专家可能不太一样,因为我也看到很多的汽车配备了很多大的屏幕,很多的一些新的一些消费类电子的技术,但我个人认为汽车互联,智能互联之后应该变成一台更好的车,而不是变成一个普通的一个智能手机。 - 所以我相信智能互联的技术在车内的应用应该是让这个车变得更加智能。 - 那刚才您也讲到很多的车企呢,也争相恐后的加入这个智能互联的这个浪潮,您觉得哪一家车企表现比较突出呢? - 但我个人认为呢,这些所谓的互联网汽车,可能他们的概念炒作大于这个实际的一些用途,实际的一些价值。 - 因为我觉得很多的车不仅只是一个联网的概念,不是联网可以导航或者播放一个音乐,播放一个在线音乐,那就叫联网了。 - 我希望这个车在联网之后应该是给用户带来真正的一些价值。 - 那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WOWW呢从去年开始,我们推出了一个基于腾讯微信的一个小程序的一个汽车共享的一个产品。 - 那这个产品呢是你可以基于微信来分享,把汽车的一个远程控制权,可以交给你的朋友或者家人。 - 未来的这样一个产品也可以用于这个汽车共享。 - 那么这样的一些创新呢就是我觉得在其他的一些车企还没有看到。 - 那我们也知道呢,WOWW推出了一个子品牌叫SENSUS。 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Census的这个现状和未来的这个目标吗 Census呢它也是一个车内我们的一个联网的汽车娱乐系统的一个简称 那么在未来呢我们会我们已经宣布和谷歌合作 会引入谷歌的一个原生的安卓操作系统在汽车里面 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安卓大量的应用带到车里面 能不能给我们大胆的预测一下在未来的五年智能互联的这个领域 我们会出现怎样的一个未来呢 我相信车内的一个人工智能肯定会越来越多 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语音交互在未来在车内可能也会越来越普及 当然我相信题目越来越大可能还是一个避免不了的趋势 但是我相信不仅只是在一个硬件更多是在一个软件层面 我们在车内用户能够体验到一些很多新的服务 那么当然这也需要这个车能够基于这个叫over the air 就是能够通过在线来升级它的功能 就像智能手机一样可以通过打普丁或者是升级 那么让最新的功能可以及时的发送到车里面 这是我觉得未来这个车联网的一个趋势 好的 非常感谢August专业的点评 那亲爱的小伙伴们 如果你们还没有看过的话 August还会在车云网上推出一系列的专栏 那我们VV闯硅谷呢 也会和车云网陆续的推出关于CS一系列的节目 敬请期待